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,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。 战长天心中激动不已,一方面惊起他不轻易超生了死,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。 点传师随即为这位茅山道士准备办到,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,步入弥勒慈悲的道门。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,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,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。 他惊奇的目瞪。